各位六年级的同学大家好 我是辅导师的小鱼老师 今天想要跟各位同学聊一聊 你未来半年一年的人生变化 老师猜你们曾经听过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说明 进入到青春期以后 个性会有一些改变 或者你也听说过 在国中和在国小是很不同的事情 相信你们也都对这两个人生时期 有一些好奇跟一些向往 当你想到青春期或者你想到国中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呢 有的人充满了期待 有的人很害怕 有的人会很烦恼 有的人会很紧张 有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感觉 很无感 有的人很兴奋 你对于青春期和国中是哪一种心情呢 其实他们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青春期只是人生的过程 国中也只是人生的过程 他们的确都有挑战性 但是如果我们对他们能够有多一点了解 我们就会发现要度过这两个时期 并没有那么的困难 以下老师分成下面三个部分 跟各位同学分享 你可能在未来半年会遇到的人生转变 和你需要做的调整 老师分别分成生理上 心理上 和科业上的转变和调整 跟各位同学分享 我们首先讨讨论生理上的身体变化部分 那身体有哪些变化呢 大家知道这时候身体受到雄性荷尔蒙 雌性荷尔蒙的影响 你的身体的肌肉骨骼 更重要的是第二性针和性器官 都会在这个时候有发展 那大家要在心理上接受自己即将要变成大人 有不一样的身体变化这件事情 那要学会总共两件事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为了因应青春期的变化 我们一定要有正常的作息 饮食和运动 即使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活中生活很忙碌 很忙碌 但是我们还是要重视 我们自己发育中的身体 好好的睡觉 用餐 运动 才不会影响到青春期的发育 第二个是我们一定要尊重自己和别人身体的变化 在身体成长的过程中 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变化 不要有不当的言语行为和评论 有的同学会说张话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为什么这是不对的呢 因为张话里面就常常提到一些性器官或者是性行为 然后为什么评价别人的身体也是不对的呢 因为这些话讲出来就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 那这样就会涉及霸凌或者是性骚扰哦 我们也要了解 为什么会有一些同学喜欢讲 就是让人不舒服的话呢 他可能是想要透过使别人不舒服来展现自己的权力和能力 这是他们使用的错误的方法 这个方法来展现自己的权力和能力是没有用的 只会使别人讨厌 只会使别人觉得不喜欢 千万不要有把讲张话当做一种威风 把性骚扰当做一种有趣的幼稚行为哦 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同学会去发表一些跟身体或性别有关的言论 例如男生就该怎样 女生就该怎样 胖的人就怎样 瘦的人就怎样 发育好的人就怎样 发育不好的人就怎样 那这些都是属于一些刻板印象 这都是不对的 让老师来分享一个影片 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歧视性的言论 2016年的金曲奖出现了个小插曲 小S在颁奖台上称呼清风是风姐 清风也做事要离开现场 有些人觉得只是开开玩笑做做电视效果 但又有人在抨击小S的言论 觉得他玩笑开过头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哦 我知道啦 这是歧视性言论 可 可是开个玩笑而已 没那么严重吧 真的是这样子吗 再聊聊这个问题以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歧视 歧视就是对他人的身份或外在特征 给予刻板印象 进而产生差别的待遇 例如你觉得长得胖的人 就一定是好吃懒做 这就是刻板印象 但如果这种刻板印象进一步变成行动 例如分组做报告 结果没有人要跟看起来胖胖的同学一族 那就变成歧视了 而歧视性言论 就是会强化这类负面刻板印象的言论 像是你如果摆目摆目 自以为幽默地对身材肥露露的黑皮说 你那么懒是不是太胖动不了了 根本就不好笑啊 这就是在强化胖子就是好吃懒做的刻板印象 结果可怜的黑皮就永远跟懒惰画上等号 颠入了无止境的歧视深渊 这些言论可能是恶意的人生攻击 当然也有可能是无心的玩笑话 但这可不是一句 我没有要歧视你啊 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嘛 就可以免足责任的呀 回到金曲讲 虽然小S只是开开玩笑 但是把清风的阴柔气质当作玩笑开开 就代表我们的刻板印象认为男生就一定要雄爽威武 如果男生秀气秀气的呀 就是一件可以拿来嘲笑的事 这种想法经过媒体一步两步四爪牙散步到咱们的心中 只会让大家觉得阴柔的男生应该抓来笑一笑 甚至进一步发生排挤或霸凌的歧视行为啊 因此无论你出发点是不是单纯好玩 有没有恶意 只要言语的结果是会强化歧视的啊 这就是好坏坏的歧视言论啊 开玩笑三个字不是一面免死金牌 歧视性言论背后牵扯到的啊 使社会上各种形形色色人们或是团体之间的纯粒不平等 不管是性别、性相、种族、族群、宗教 被拿来开玩笑的啊 常常都是社会上弱势的一方啊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再听到有人开玩笑时 如果觉得有点怪怪的啊 不舒服、带有歧视意味 都可以试着温柔的提出来讨论看看 让说的人和听的人一起参与改变歧视的过程 才不会讲出民运不好笑 却又伤人的话哟 好的 今天的目击者都报道到这边 拜拜 八华老师 前面有提到的有关性或身体的笑话 脏话、隐喻 或者是影片里提到的刻板印象 有关刻板印象的歧视言论 只要是使人不舒服的 都算是一种不当的行为 那常常会也会遇到有学生 他有点故意 他说了就是让人不舒服的话以后 就说自己是开玩笑的 甚至有时候还理所当然的说 自己是讲实话 实话就 实话为什么不能讲 不 有些实话是不能讲的 例如你说实话的目的 是想要贬低别人 打击别人 或者是要大家一起来讨厌一个人 这种实话其实就是批评人的话 在法律上可能会构成诡谤罪 在校园中可能会形成一种排挤和霸凌 所以只要是骂人的话 不管你是不是实话 是不是开玩笑 都是不可以讲 而且如果你讲了也要负起责任的 那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就是一直一时冲动啊 好我们都知道进入青春期会很容易冲动 可是就是因为知道 所以更要要求自己努力去克制 为什么 因为错的事情就是错的 不会因为你是青春期 你就可以乱开玩笑 或者是乱发脾气 无论如何做错事就是会负责任 所以大家在青春期更要学会 在说话前和做事之前 三思而后行啊 那么随着身体的改变 我们也会开始有一个很明显的行为 就是会开始更注重外表的重要性 也就是注重外在 我们会开始想我的外在带给别人什么感受 别人看我的眼光会是什么 也会开始想我要怎么塑造我想要给别人的印象 我要怎么塑造我的形象 一开始也许有一些人会多花一点时间来照镜子 梳头发 整理衣容 或是借由买一些名牌 操牌昂贵的东西来维持自己的外在形象 但是老师在这边要建议 其实要维持自己的形象 最好把握两大原则 一个是整齐 一个是整洁 那整洁和整齐要怎么做到呢 比如来说 在体育科的日子里 学会带一件衣服来学校 随时需要的时候 留汗留太多就更换 也可以注意在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 不要把衣服弄得太脏 天气热的时候 可以在例如厕所 把自己的背部 腋下 手肘弯处 这些容易累积捍卫的身体部位 擦拭干净 以免捍卫影响别人 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的 其实就是最棒的自我形象的维护方式 注重外表在青春期 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 老师也不会有 就是对这件事情觉得 是很不好的 可是同学一定要学会去评估 在注重外表的时候 你花的时间 你花的金钱会不会太多了 花的时间会不会压缩到自己的学习时间 和正常生活 那为了注重外表 你花的金钱 会不会是自己已经负担不起的费用 学会做这些评估 才不容易把事情做过头 注重外在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学会 不要把自己的小缺点放大来看 因为其实不会有人一直注意你的小小缺点 大部分的人都会注意到你的优点 让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声音比较小 有需要的话把声音稍微调大声一点 好 有几位同学会说一下他们心目中的自己 以及担心自己的地方 我的额头是比较高的 上面还有一点点痘痘 平常不笑的时候 我的嘴角 让他们觉得我在摆臭脸 甚至是常常会有人跟我说 我的笑起来很僵硬 所以这导致我不知道我到底该 怎么笑起来会比较好看 我的脸上就是姿太多了 然后有一些而且还特别大 我是觉得很明显 跟其他人比的话 我的姿真的太多了 我的牙齿就有点爆牙 然后就很不整齐 所以讲话会有点就是绕红 就不太敢跟第一次见面的人讲话 因为会露出那个不整齐的牙齿 我会就觉得很尴尬 如果我的面貌可以改变的地方 我应该会选择眼袋 对因为洗完脸就会发现 怎么这边总是黑黑的一块 因为我是很会在意别人的想法 我不知道别人看到我 看到我眼袋会怎么想 接下来影片邀请了同学的好朋友们 来说说他们的心目中的别人是怎么样 就是会神神发电的 我觉得他那颗子不会不好看 对就像杨森林他脸上有一个字 对啊 因为听了那颗子就觉得很好看 就是个人乐的 还蛮出乎意外的 然后他们说这个字其实是 没有到很在意 算是一种特色 就觉得这想法还蛮酷的 对就是他笑起来有虎牙 然后就是看他很开心的那种感觉 然后眼睛眯成一条线就很可爱这样 他们说的跟我自己讲的就是有所差异 他有一种算是心中暖暖的吧 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有虎牙很可爱 然后他拍照的时候都不用修图之类的 他拍照的时候就自带晒 我觉得这点很羡慕的 他们都说是眼袋 他那个长度是比较总的 我觉得那个比较很长 通常男生或女生有卧彩都是 我觉得很好看 虎牙素完就像一般 好他们看到素描师画的 自己叙述中画出来的素描 和别人眼中的素描 这样的人就会觉得好出乎自己的 有点出乎自己的意料 好像真的可以试着看能不能不要那么悲观 不要那么自卑 有自信一点 其实你不用太在意那些脸上的一些小缺点 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缺点 就会自己把它放大 就因为想要表现完美的自己给别人看 所以常常就会把自己的一些小小缺点 就越放越大 然后产生自卑的心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所以我们都会把自己的宠画 就像把自己其实不是丑小鸭 却把自己变成丑小鸭 雨晨都会说别人很在意他的牙齿 但其实我们在看他的时候 可能是看眼睛 而不是看牙齿 对 所以不要把自己想得这么糟糕 其实自己是很漂亮 很好的 对 我可能给我自己的 自己的条件太严格了 可能从别人看到我是这样 但是我也希望我是这样 可是我自己描述出来 却是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我能变成这样 而且我希望能让自己也认同自己是这样子的人 看完了影片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外表 外表和外在虽然很重要 可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小缺点放大解释 明明不是丑小鸭 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丑小鸭 或者误会别人都会只看到自己的缺点 误会别人都看不见自己的优点 这样子慢慢的就会越来越自卑 也越来越不喜欢跟别人相处 也越来越不喜欢跟别人相处 相反的 我们应该要看到自己的优点 那就会越来越快乐 和别人相处也会更容易哦 那么 谈完了生理的变化 接下来老师要跟大家谈一谈心理的转变 首先老师想告诉大家的是青春期的情绪特征 在这个时期呢 因为我们身体的荷尔蒙影响 可能会让情绪非常大 而且是比较长时间的影响比较广泛的情绪起伏 那同学们首先就是要会去察觉自己的情绪 再来能够告诉自己 在情绪发生的时候 我要用对的方式来发现 我不一定要用影响身边的人 影响自己太多 或者是伤害身边的人 甚至是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情绪 在每一个情绪起伏的当下 同学都可以去想一想 是什么事情在影响你呢 为什么心情一下子变得很高兴 或者一下子变得很伤心呢 那这些事情 我们要去思考说 要怎么样去解决才是适当的 然后也可以试着去想说 我们的情绪要怎么样去安抚自己呢 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情绪能够比较冷静 比较小 不要说挤不太大呢 每个人要自己处理情绪的方法 例如散步 运动 听音乐 休息 都是很好的方法哦 青春期还有一个情绪特征 就是你的自我意识会比较强 那什么是自我意识呢 就是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意见 好 那为了证明自己长大了 你会常常希望事情 家里的事情 学校的事情 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来发展或处理 可是在家中在团体里 也会有别人的意见和需求 是需要去顾虑的 例如假日 你可能想要待在家中 处理自己的事情 可是爸爸妈妈可能会期待要带你 去拜访爷爷奶奶 拜访长辈 会有联系感情的期待 这个时候 你们之间的意见就有点冲突 老师期待在这时候 各位同学 不要用 比较无力取闹的方式 来表达自我的意见 要懂得好好的 平静的说出自己的需要 但是同时也顾其爸妈的需求 努力的去想 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要用耍提气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样只会展现自己的不成熟哦 要能够尊重彼此沟通 才能够好好的彼此相处 青春期的情绪 还容易使我们的想法和思维 变成二分法的想法 那什么是二分法呢 二分法就是比较极端 好就会接下来都非常好 如果不好接下来就会变得非常不好 举例来说 可能会有人有想法 如果我国小的成绩不好 那我国中就一定没救了 哇 这么严重吗 那还有例如说 他们今天出去玩没有找我 一定是从现在开始都不把我当朋友了 那这种二分法的思维因为太过极端 容易使人家放弃努力 或者是使我们错误解读别人的想法 当你察觉自己的想法太极端 有可能是二分法的思维的时候 一定要试着告诉自己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要多肯定自己 多相信别人 举例来说 我国小的成绩不好 但是我继续努力 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长处 或者是他们最近出去玩 没有找我 可能是因为看到我最近做报告很忙碌 是体贴我需要休息 转念想一下 世界就不一样了 青春期的心理状态 除了情绪起伏大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压力大 根据调查 青春期的学生的压力 不会低于大人的压力哦 只是当学生不会表达 这样的压力就常常累积在心理 无法正确的发泄 造成精神上的紧绷 甚至是疾病 通常压力的来源 常常是课业 考试 家人关系 或者是朋友关系 例如很多功课还没完成 怎么办 明天又有考试了 准备不完 家人最近吵架 家里气氛不好 朋友没偷偷讲悄悄话 是不是在讲我的什么坏话 这些等等的朋友压力 但是老师要提醒各位 常在这些压力底下的 常常是自我概念和自我理想的落差 自我概念就是你现在心目中的自己 自我理想就是你理想的自己 当你的对自己的理想很高 对自己的期待很高 可是现在的自己暂时做不到这么好 就会形成自己很大的压力 然后就让你的情绪紧张 心情焦虑 感觉很挫折 或者是很难过 那有了这些紧张焦虑挫折 难过的感觉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通常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做法 或者是调整脑袋里的想法 来帮助自己减低压力 例如考试的压力 我们可以透过安排自己的读书时间 先做到一个比较简单的目标 再去想别的比较难的目标等等 那什么是安排好自己读书的时间呢 就是能够规划自己呢 这个礼拜有哪些考试 那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要读哪几科 才能够去应对自己的考试 那不要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规划 那没有时间规划就会造成更多的紧张和焦虑 那还有当你有一个比较理想的 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目标太难了 你就要把这个目标简单化 先做到一个比较简单的目标 再去想其他比较难的目标哦 当同学真的觉得自己的情绪比较起伏大 压力太大的时候 同学要学会跟身边的人求助 不管是家人朋友 你的师长或者是辅导师求助都可以 跟别人谈一谈 通常会让你有更多的想法 让可以去解决事情 或者可以协助你转念 抒压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千万不要一个人闷在心里面哦 5月11日天气雨 天空一直下着雨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停 看着同学一起走着 很快乐的样子 有时候会觉得他们都不理解我 是不是我不会考试 是不是朋友都不喜欢我 是不是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是不是我永远都会一个人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吧 一切都无所谓了 这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的世界 这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的世界 6月8日小雨 老师阿兰说 其实不需要自己一个人走 不需要独自面对一切 因为大家都愿意听我说 不断老师想发说 他感觉我有很多的烦恼 压力 感觉我的生活不轻松 需要好好释放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 一起玩牌卡 一起认识新朋友 一起做蛋糕 生活的压力也能逐渐放下 其实那些以前 我觉得需要独自面对的困难 都有办法解决 原来身边还有很多人陪着我 他们都很在乎我 12月25日 太阳雨 我发现 其实不需要伤害自己 只要一起面对生活 我的难过 我的忧伤 我的困难 都会有人一同解决 我们一起去感受温暖的太阳 因为雨过 就会天晴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从课业的方面来了解一下 未来半年我们要适应的 国中升学变化 好,国中呢 跟国小有相像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从上学时间讲起 国小的上学时间是7点50分 国中的上学时间呢 是7点半到7点50 每个学校都不一样 而且也有可能每个班都不一样 在这边是配合各班导师的规定 在上学时间上呢 国小每一天 每一节课 每一节课 是40分钟 国中的一节课 则是45分钟 所以每一次上课的时间会比较长 同学会慢慢习惯 再来找自习的安排 每天的找自习 国小常常是 超联络簿 订阵作业 那完成了以后就可以做自己的事 例如阅读或者是绘画 但国中呢 常常会利用早自习的时间 安排各科的考试 所以每天一大早 就有一张考试卷 可能 你会需要去完成 那甚至有些人呢 会为了早自习的考试 会更早起床去准备 所以这可能是你要适应的变化 早起的变化哦 再来我们来讲讲看外表的东西 来国小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 我们会有便服日的 我们国小的话呢 会有便服日 就是会有一个礼拜一天 你可以穿自己的衣服 但是国中是不穿便服的 每天都是制服 运动服或者是班服 配合学校的课程 或者是老师的规定穿着 好 那国小呢 我们会缝名牌 名牌上会有自己的学号 可是国中呢 他是会秀学号 而且会加上姓名 那书包也是不一样的 国小呢 可以自己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包 但是国中呢 你背的书包 要是学校的书包 要符合学校的规定 那 国小呢 我们会有两次的其中评量 国中则是会有三次 国小考试的科目 在 最多就是五科 国语、英文、数学、自然、社会 这五个科目 国中也是有这五个科目 包括国语、英文、数学、自然、社会 还会多加一个健康教育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 国中的评量考试 自然科里面会分成 生物、理化、地球科学三个科目 国一主要考的是生物 国二主要考的是理化 国三会再加上地球科学 那社会科呢 在课本还有考试上 也大致会区分为历史、地理、公民 三个方向来做不同的教学 以及考试哦 那历史、地理、公民 是三年都会念的 大概国一的话 就是会教你台湾的历史、地理和公民 那这部分是跟我们国小有重叠 所以你国小的社会好好学 跟国中的都会有相关 健康教育的部分 跟国小的健康课 也几乎是一样的 可是教的更深更难 要背的东西更多 都是有关人体健康的事情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会考试哦 他在其中评量是要考的 好,那上课科目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国中呢,会新增 同军、家政、辅导、社团、班会等新的科目 同军课会教你 例如打旗语啊 打神结啊 或者是搭银杖 等等使用的生活技能 家政课会教你有关缝 烹饪 就是煮菜 或者是制作点心 等等也是生活技能的东西 那还会有生活公益课 那个是在比较后面的 生活公益课 那他会教你实际的去 使用一些器具 去制作生活上的东西 那再来还会有辅导课 辅导课呢 就是教各位同学呢 思考自己的生涯规划 或者是去思考一些 自我发展啊 自我概念上的事情 会有很多讨论的机会 那国中呢 一到五都是整天 星期三的下午 通常就是社团课 社团课的部分呢 就是会让各位同学 遇到自己的兴趣 选修自己的社团课 然后呢 学习一技之长或者是才艺 那国中还会有一个班会课 会让大家每一个礼拜 有一节课的时间 可以讨论全班 全班的班级事务 国小呢 还有一个就是蛮好玩的地方 我们国小的导师都是负责教 每个同学的国语课和数学课 但是到了国中 你的导师不一定教你国语和数学 你的导师可能是同军 家政辅导或者是体育 国语数学英文都有可能 所以你会遇到各式各样 教不同科目的导师 那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提醒的 国小的回家作业呢 是每天都会安排 每天都会抄联络簿 把那一天要做的事情写在上面 然后让你可以逐日去完成 国中一样每天会抄联络簿 但是其实呢 老师给的任务都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给的 例如同军课如果是星期一上课 那同军老师他就不会跟你说 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完成什么事 同军老师会说下星期一 我们呢大家要一起完成神节的练习 或者是可能国语课 他会告诉你说在下星期三 大家要缴交学习单 所以你会常常注意到你的工作任务 常常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重复的 那变成你除了注意每天要写的作业以外 你每天还要挪出一些时间 来预习今天老师上课交代的事情 或者是复习 来预习 今天老师交代 就是之后会交的东西 或者是复习 复习老师教过的事情 这样子 国中和国小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奖成 在国小如果你有做公共服务 或者是你有好的表现 我们会有乐陶卡的奖励制度 来奖励各位同学 那在国中呢 如果你有做对事情 就会有所谓的家奖小工和大工等季工的制度 来鼓励你的表现 如果你有做错事情 就会有所谓的 既警告 既小过 既大过 等等的方式 来告诉同学 你必须要弥补自己的过失 那 在国小呢 公共服务是没有强制的 但是呢 在国中呢 大家都一定要去做公共服务 也就是所谓的服务学习 因为国中的最后会有一个免试入学 免试入学 这些服务学习 也就是公共服务 是会采集分数的 所以每个人都要做哦 那刚刚有讲到有一个免试入学 其实呢 国中和国小很大的差异就是在于说 当你毕业的时候 国小升国中是没有升学考试的 可是当你国中想要升后面的高中高职或者是五专 你必须要在国中毕业的那一年参加一个教育会考 那这个教育会考的成绩总分会有三十六分 那再加上呢 你国中三年的多元学习表现 什么是多元学习表现呢 就是你每一个科目的表现 包括音乐啊 美术啊 生活 生活科技啊 这些同军啊 各式各样的科目的表 综合表现 会占二十一分 然后再加上刚刚讲到的服务学习 就是公共服务的部分 会占十五分 合起来三十六分 那这些多元学习表现 加上你呢 国中最后的教育会考 也就是考国语英语数学 自然社会五大科目 的一个就是国三毕业的最后的考试 那这两个分数 两个三十六分加起来 再加上其他的东西 就会是你未来国中生高中 国中生高级 国中生五专的依据哦 所以你的综合表现 平常表现 服务表现 和你最后的考试表现 都会影响到你的升学 都很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国中 好好的努力啊 那让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进一步了解 国小和国中的不一样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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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燃热 热闹 我对我们班长印象比较深刻 大家一开始看到了 说我们还没有跟他讲过话 他看起来凶凶的 结果一开始我们上课的时候 他就用这种很幽默的上课 分为大武上课 我们犯错事了 他也不会直接用哪的 所以要开玩笑的方式引起来我们 有徐玉老師 其實不會像國小老師那麼多 那個老師就是很活潑 很開朗 讓我們上課日是很有趣 上課跟下課時間很多 他以往都沒有休息 要考東西難又多 難怪你回家一定要花時間去休息 不像國小回家就可以 就是上課聽聽回家不用休息 因為國中他要很早起 我所認為國中生活就是 課壓力很大 然後每天功課很多 跟國小一樣就沒什麼大不了 上國中前我都認為 可能國中的人會比較難相處 比較兇 因為上了國中後 發現同學的朋友都很好相處 很幽默 然後你遇到什麼不容易解決的事 他們都會在同學幫你 我們比較期待同學的學習 就他們的課稿約有三次 然後他們題目是用那個 花圈圈的方式 我覺得非常特別 所以想要去體驗看看 第一次的創造成績 然後希望國中能夠讓學業的成績進步 好各位同學 今天呢是4月15號 在你們6月10號畢業之前 在座各位只有最後的40天 會在桃子角的國小中學習成長 那40天也許很短 但其實也很長 是可以改變一些事情的 小玉老師希望透過今天的分享 請各位想一想 這40天 我能夠為青春期或者國中準備什麼 可以做什麼 讓自己準備的更好 去迎接未來的生活 而不會等遇到了以後 手忙腳亂呢 我可以做什麼呢 我可以改變什麼想法呢 我可以改變什麼做法呢 好 那如果各位對於即將進入青春期或國中 有各式各樣的想法 需要找人討論 也歡迎你們來到輔導室 那小玉老師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